混豆罗一名疏通世界记录再次被刷新 本次用时9分钟14秒533 表演玩家冰浮公子 和上一次的世界记录保持者 仅差14秒后面的 上一次是866 双方的差时还不到1秒 可见啊 混豆罗的世界记录也是 对很难破了以后的话 各种细节已经把握的非常到位了 那么进入到第一关 看此次世界记录破 但被打破有何过人之处 那么还是一个 对比较常规的操作 先吃S弹 吃完S弹还差一个加强弹 这样的话就可以横着走了 除了S弹 其他的子弹都不行 都不能实现一个最快疏通 好再吃一发S弹 S弹之后这里吃一个加强的 加快子弹的 这样的话打boss就会事半功倍 你看子弹就会威力增大 速度也变快 第一关boss 第一关boss应该是最惨的了 瞄准以后吃了这个加快子弹的 很快将它干掉了 好 接着看第二关 第一关啊 就用11分钟是过去了 太快了 这个 当年如果有这技术 那也是绝了 好 第一个场景很快拿下 这第二关的话就变换了一个视角 现在左面的干掉就可以了 其实有时候只干掉一个机关就可以通过小关卡 但是最最关键的机关它会最后才出来 对这样的话就会使得通关更慢一点了 这个的话先把上面大爆打掉 下面的对障碍物之后地雷打掉 就可以过关 这个瞄准中间的搞就行了 把中间的机关搞爆炸就可以过去了 对前面的电线 拉着电线呢 下面来到boss这里 boss一到 那boss就挂得更快了 你看很快啊 就没了 这boss比普通的关卡还好过 再告诉这里 好吧 我们接着往下看 来看下一关 这一关 第三关 第三关是一直向上跳的一个场景 其实当年的游戏设计都是非常的棒 每一关都给你一个不同的玩法 不同的视角 让你每一关都需要再适应一把 这个就是一直往上跳 是一个b 这是无敌啊 现在是无敌状态 趁这个无敌啊 一直向上跳就完事了 直接跳到boss那里 但是你速度要快 我踩点要准 如果一不小心掉下去 也是会损一颗命的 好来了 来到boss这里 他有两只手 先废掉一个 然后中间打在中间的嘴 就打在嘴 这样的话就可以很快的过关了 第三关也不难 我们接着往下看 第四关 第四关还是打在中间的机关 只要废掉它中间的机关 就可以过关 只要看到一个圆形的 就打那个圆形的就行了 这两个圆形的 哇 这下四个 那需要四个都可都打掉才行 才可以把这堵枪给炸掉 这一包的话明显是两个机关 拿下 很快的拿下 接着连冲 先蹲一下 蹲下来之后用S弹扫射下面两个机关 同时扫爆掉 这是最快的一个过关方法 好这一关打中间的打完之后两边的机关也要打一下 需要都少都清掉 其实中间的不清也应该问题不大 只是中间的是第一个出来啊 顺手就把它给清了 那么这一波的话只有一个机关 现在将它炸掉就行了 第四关和第二关的场景是差不多 都是这么一个向前走的场景 好 再跳一下 这个的话清掉右边的 然后再清中间的 这样的话就会简单一些 Boss来了 卡好站位 把它的机关全部扫掉 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头 这个头盔很快就结束了 太惨了 这Boss 很多小伙伴说这个伤害是不是很高啊 确实是 因为他吃了一个加强子弹的第一关 还吃了个S弹 伤害自然就高了 好的 来看第五关 第五关一只S弹向前扫射 毕竟我们玩的是跑酷模式嘛 对 速通就是要玩出跑酷的感觉 这样才行 这个二就是加强子弹的了 现在就没有必要吃了 只要不死命 这个加强子弹 还有S弹会一直存在 F弹也不是最佳的通关子弹 好 继续扫射 抖起来又吃一个二 推土机 然后在他将要出气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超近距离 贴身把他扫死 这样的话他很快也会爆炸 经不出子弹的几波扫射了 这是一种技巧 前面还会有一辆 这一辆依然使用同样的方法 在大家要停止的时候 我们就疯狂扫射 他还没有来得及攻击 就没了 好 继续向前走 很轻松夺过子弹之后 来到下一个场景 然后再躲一波手雷 L弹 L弹是激光弹 这个激光弹的话 很难用 确实不好用 但是如果你不打疏通话 就是想玩一玩 你还是需要体验一下 每个子弹都体验一下 这个L弹 虽然它不是最强的 但是还挺好玩的 它可以按住不动 在枪上喷火 喷激光的那种 好的 接着往下看 前面这一关的话 直接先走 疯狂扫射 可以 加了一颗命 在这里加了一颗命 这里又有一个激光的激光弹 激光弹 咱们不吃 寻找对他们的规律 快速躲过 漂亮 然后这里一个也有规律 它喷一下激光的话会 对会那个啥 会等一下再喷 这是一个小小的规律 所以说你等它喷完 就过去就完事了 当然有的好像规律也不太好找 有的就是连续的喷 喷得很快的那种 你看就像这个 就喷得很快 一路狂奔 杀到角落 这里看似很平坦 其实有box在这里等着 一个机器人 跳过以后很快 也很快也挂了 这挂得有点太快了 为免 好的 接着向前走 下面这个铁手 我们也寻找它的规律 直接一路平坦走过去就完事了 下面这个小车可以助跑一下 但是它不是唯一的助跑工具 也不是最好 也不是太好用的这个助跑工具 所以说 没有必要太过依赖它 直接把它打爆也行 向前助跑一段 现在吃了一个无敌 趁这个无敌赶紧躲过这几只铁手 对 要快速度要快 这小车也可以给它炸掉 挨住的话 身上闪光就是无敌状态 不受任何攻击 好 现在无敌消失了 要小心了 寻找下规律 家里的命 就先走 扫掉这些小车 对 挣机枪的这主 很快这一关也干掉了 进去吧 这边来到最后一关了 第八关 进入敌人的心脏 在他心脏上面把它打爆就可以了 这一关也挺七思妙想 把这个大嘴打爆 对 不打爆的话 你是过不去的 好像是一个怪物的肠子那种 H在跳足还可以看出 很有代入感 让玩家觉得 各种奇形怪状 又加了一颗命 加了一条命 还是很不错 可以躲一下 漂亮 先走 目前已经用时九分钟 九分多钟 到达敌人心脏这里 一阵扫射 干掉了 用时九分钟十四秒 五三三 那么本场一命速通也到此结束 希望有消耗伴 有有能力消耗伴 可以再挑战一下 蝙蝠公子 取得更快的成绩 但期待大家的挑战 如果挑战成功的话 也可以私信我投稿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主人公乘坐直升机离开 然后小岛爆炸 先告任务完成 完美完成 结束了 那么今天视频也到此结束了 拜拜